就在刚刚S36赛季对抗路最强公式化打法诞生 此打法适用于全分段 就连国服对抗路 其蓬蓬和异之鱼都十分认可 众所周知 对抗路这版本由于边路和谐的删除 加上前四分钟兵线数量不如中路 经济不如发育路 导致这版本的对抗路十分弱势 根本决定不了本局比赛的输赢 而公式化打法也因为有着前面的这些基础顺势而生 顺从版本开启百烂人生 游戏开局如果你是弱势对抗 就可以耐心等待敌方把兵线推过来再吃 如果敌方卡线 你就应该打开短视频软件安心刷回视频 两分钟看打野愿不愿意来 来的话就配合打野一起把传送阵的河线收掉 刷完以后把视角拉到发育路 如果是顺风的话 不用理会继续在塔下安心发育 如果是逆风的话 你就应该调整好心态 打开短视频软件放松心情 为下一把游戏的开启 做好百分百的准备 四分钟和十分钟的时候 你就要关闭短视频软件 看看我方打野是否有空龙的想法 有的话你就要赶过去 做一个保镖威慑敌方 没有的话就继续待在塔下倾线 做好分内的事情 后期你要做的事情就更简单了 你只需要站在我方射手大跌的附近 给到视野就行了 如果对面要切 我们射手不用理会 因为著名的对抗陆七彭彭曾经说过 会玩的射手不用对抗保护 不会玩的射手保护也没用 另外老王杯主播选人事件 相信大家也听说了 某牙德华认为自己选北北 是站在合理组建队伍的角度出发 因为本来中单位置就稀缺 自己也没有违反任何赛事规则 那么大家怎么看呢